乌克兰军队不断移动保持机动性 眼前这辆多管火箭车就是美国送上的后礼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吵闸波罗热的二军阵地攻击 乌克兰不断曝光海马斯实战震撼画面 还进行夜间猎杀任务 几道火光冲天展开反攻 乌克兰高调秀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威力 让俄军倍感威胁 打算先毁掉这款武器 俄罗斯国防部也释出攻击影片 但CNN说没办法从画面里识别出任何海马斯多管火箭的踪影 同时CNN记者也访问了操作海马斯的乌军部队 CNN记者直集乌军藏匿海马斯火箭的秘密地点 美国已经提供八套海马斯 目前至少已有四套投入阵线 对俄军展开致命打击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俄军散播假消息 海马斯火箭的准确性高射程长达八十公里 可攻击俄罗斯控制领土里的重要地点 海马斯不断立功 当然是俄军得摧毁的头号目标 尽管美军只提供短板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却是M777榴弹炮射程的两倍之多 让乌克兰士气大震的 还有这一款M270多管火箭系统 M270多管火箭系统 号称战场上的火力之王 射12枚火箭弹只要一分钟 射成大约80公里 深入敌军防线 尽管感觉非常厉害 在西方的兵器里 这种武器我们得到的 我们的伙伴 她的确性实在是这样的 要求 目前缺买故事 出席在几个那里的 尤其是在夏天的南部 尼克军 尼克 Á尔特匈 尼克尔特区 当部队在高威胁地区进行支援任务时 猎狼犬能提供高度保护 加大乌军抗俄力道 派能尽快结束战争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